哈喽,大家好,我叫于妮 今天我们来画一只马 我拿镜给大家看一下 这只马的难度在哪里呢? 首先是眼睛 有没有看到这个眼睛 它是要画出那种很有质感的感觉 还有就是下面这个地方 这个鼻子特别难画 留意在光照射下 它有一些高光要把它突出来 然后还有就是这一块棕毛的画法 最后上面这个地方呢 是有点难的 因为这个地方我改了几次 我画的太低了 是要画高一点点 那你们在画的时候要留意一下 好了,那我们马上进入主题吧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画马的头 马的头呢还是挺难画的 这个五官不是那么容易能够画的好 那今天画这只马呢是有点背光的 我一般画水彩画呢都喜欢画光线充足的 就是背光啊测光啊这些 比较容易画 你们学起来也比较简单 接着呢就加上留白叶 然后就开始上底色了 底色的画法我觉得 有点滑的水你们自己喜欢吗 不一定要跟我一样 好,现在呢来画马的头 那首先呢我们先打一次底色 要留意脖子的颜色稍微黄一点 上面这个部分呢 稍微可以画得灰一点 还有它的鼻孔啊嘴巴那个地方也要稍微灰一点 嗯,那还要留意呢 把两只耳朵在哪个位置 哇,这个眼睛跟鼻子是最难画的 所以一定要留意它的造型 还有它的色调的变化 要突出这芝麻的光影呢 背景要涂深色一点 我现在不断的在玩啊这个画面的啊 就是这这种啊特效吧 就是这种效果 你们也可以试一下 涂了一遍之后 这只马变得很淡 好,那我们再涂多一次底色 我是平放在桌子上面画的 所以这造型是有点问题的 等会呢要竖起来再调整一下 我出这些视频呢 只是示范给大家看 我画画的一个步骤 对于工具的使用 比如说用什么颜色啊 用什么笔啊这些呢 我就没有特地的去介绍 那你们自己就留意一下吧 因为如果一节课还要介绍用色用笔的话呢 那时间就太久了 可能你们也看不下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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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呢 为了突出这只马的马头的光效呢 我会将背景再压深一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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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呢再调整一下 比如说像鼻子嘴巴这个地方啊 以及眼睛上面这一串毛的画法 可以再调整一下 那我就是用纸巾将这些画的不舒服的再擦掉 然后重新再调整 好了 对 对 我那太多散开了 对 对 对 我不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条交接的地方嘛 就叫交接线 所以这条线呢相对来说要压深一点 没学过素描的学生呢 在画水彩画的时候是 有点难以去理解的 那最好呢就是学一些素描 因为画水彩画画来画去 其实就是在画素描的色彩关系 只是说我们在后期的时候 会做一些艺术的加工 将那个光效啊造型啊 还有那个气氛啊给画出来 那我我在想 像这种画法在之前我一直也是这样子示范的 所以我的解说就不会那么多 不过哪些来看一下啊 我现在画这个绳子的时候呢 要留意它的质感 那画的时候 其实我用这个色是比较淡的 等它干了之后呢 再加上深的颜色来突出它的厚度啊 它的一些光影变化啊这些 那在画这些的时候 最好是拿一次勾线笔 这样子画出来的线 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去加上这个粗细变化 那这幅画到最后就剩下调整 比如说啊 啊该深色的啊就加深光影呢 再加强一下 基本上就这样 那我的解说先到这里 大家可以一直看到最后 好 000 5 5 5 6 5 5 7 5 60 1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